楊先生,我們今天又會,又跟次官做節目,很開心 這個聚研堂真的有很多精英,很多說話聰明的人來到聚研 總之大家互相切磋,互相學習,與精一求精 今天這個題目是你開的,你先解一下 好像是次官開的,我昨晚接到,好像是我們的技師Mitton開的 是嗎?也不是,小三 我問Mitton,這是什麼題目,他說小三 原來是他假存聖子 探長說,小三等於阿爾,有沒有跟分別呢?我覺得有點分別 小三,我以前很少聽,是大陸過來的 香港以前叫第三者,或者叫義拉,叫義也有理由 義拉,因為以前涉事合法的時候,即70年之前 大清律例容許立切,證室之外,可以有幾個 有些看你家境,這些很難說的 有些是十個八個,有些是一兩個 我爸爸也有兩個,一個正式,一個阿拉,叫義拉 現在好像叫義房,三房,四房 這個其實,用個房字不是很正確 因為最早期,一個大家庭,有很多兄弟 大長兄的地方叫做掌房,義就是義房 現在這些人不太明白這個大家庭的建制 就當了阿義那裡叫義房 也明白的,有個意思 但原來就是兄弟,一房房兄弟,不是一房房妻妾 是這樣的 可能是核心家庭這麼多年,雙方人的拉、房都溝亂了 是,溝亂了 但是,我就說,探長說,義拉和小三 不如代替了,不要用小三,用義拉 我當時沒有跟他研究 但是,我所知道,義拉和小三是有分別的 有分別? 有分別的 義拉的意思是,他是一個妻之後的妾 中國就是一妻一妻的,但是他多妾 齊人就是一妻一妾 都是一妻多妾就是 只要去偷人墳墓的東西吃,他多窮 所以只有一個妾已經不錯了 以前說,孤里佬也有一個妾 這個就是和農業社會希望多些繁殖生產 將它的香燈繼承有關係 因為七出之條也有,無效為大 如果正式老婆不能生一個兒子 老公就有很多藉口 就立個妾,用妾來生一個兒子 他不是說他姓歡愚,沒有關係 是繁殖的 最重要的是繼後香燈 是繼後香燈 所以義拉原來的想法是一個妾 不過是第二 譬如金瓶梅,有四個妾 四個妾 但是小三最近也有的,小三不是妾 小三根據我的想法 我所知是一個外語 即是叫情婦 香港叫第三者 未必是立政進來正式有名份的妾侍 當然自從大清律例cancel 了立妾之後 根本立妾都不對 即是在法律上不對 但現在你看,很多名流也有很多 他們可能是70年代的法律生效之前 不是啊,之後 但他們不用正式名份 朋友行不行 紅顏知己也行 我喜歡給遺產給他行不行 他的子女跟我姓行不行 都行 所以我覺得二奶原來的意思是妾 小三未必是妾 就是她的一個婚外之後的情婦 或者沒有什麼特別身份的愛人 總之是兩夫妻的中間 嫁入了另一個 對,另一個異性 一定是女人 男性嫁入是不當小三的 這也是一個性別的障礙 現在說二奶,我記得 次官說七十年代 法律生效之前有納妾 那時候我七十年代 比較多聽妾的小聽二奶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中期的時候 大量香港人在上面設廠做事 在八十年代,貨車司機等等 就出現了一個大規模的包二奶熱潮 是,叫二奶村 對,布吉亞什麼什麼什麼 我直接搭那個時候叫什麼 冬鐵 現在的冬鐵 大大聲說電話 我那個二奶什麼什麼 令人執目 那時候還沒有西鐵 還沒有一個鐵路上去羅湖 是,只有一個沒有西鐵路上去羅湖 很大聲,很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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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二奶村又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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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小三 就真的近這十年代 才在上面傳下來 是,傳下來 就當了是第三者的一種化名 香港以前叫第三者 或者叫做二奶 現在呢 全部都叫小三 這個我們請教楊先生 先說一下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原來很早年 譬如說春秋戰國已經是 皇帝做起 他是全國最高指示 有規定了他的婚姻 即是說皇后只有一個 但是三公六院 是很多的 每個朝都不同的 是吧 最重要呢 就是因為做皇帝 要給他一個機會 讓他繁殖多些後代 這樣才不會斷了這個 英文叫blood line 就不會斷了這個 皇族的血脈 這個很重要的 不過很過人 皇帝可以立那麼多 皇后有那麼多 三公六院很多 就沒有兒子 很多都沒有兒子 正德皇帝出了名 功留成勝 這個就是明朝 武宗 現在你為何不認識他呢 因為他那首歌 遊龍氣鳳 遊龍氣鳳 吃個芙蓉麵 這首歌是正常的 美化了他的 其實 國語也做過 國語片也做過 你記得嗎 趙雷 好像林黛做的 胡金泉也做過的 那個我不記得了 聽過很多遊龍氣鳳 很多不同版本的演繹 林健輝也做過 這個也做過遊龍氣鳳 我聽過最印象深刻 我年輕一點 聽鄧麗君和徐小鳳的那個 那個遊龍氣鳳 正德皇呢 你講講這個色情人也算活該 周圍 其實周圍去外面玩 去獵艷 甚至強搶民旅 其實就不是什麼遊龍氣鳳 其實根本就是以皇帝的身份 去強搶民旅 中國色皇帝都數了頭五名 可以了 正德皇 所以我後期的歌劇 這樣美化他 我覺得不是很妥 不是很對 講不到事實真相 拋放是不是他發明 在裡面玩 不過不是大炮的炮 沒錯 沒錯 別想 別想 是不是粗炮的地方 不是 是一隻炮的炮 有很多奇珍而壽 美其名叫炮房 是他設立在宮廷裡 用來享用的 享受的地方 叫炮房 有沒有真的炮人在這裏 什麼古靈精怪的真勤而壽都有 一定會有美女 我相信 一定會有美女 那個最重要的 對 什麼都有 甚至虎虎 所以這傢伙 什麼鬼都好 在宮廷玩到 厭了 就跑到外面 繼續亂裂 下江南 不過乾隆也有下江南 乾隆也有另外一種 但沒有他那麼荒唐 乾隆也聽說 有傳聞說 下江南找他的女婿 幫他找歌妓上帥 後宮太多規矩 好 好局促 妻不如妾妾不如偷 又有傳說 乾隆的皇后 不喜歡他老公搞到那麼荒唐 搞亂了宮廷的規矩 淫亂宮廷 乾隆是谷鬼氣 你管我我你老公 一國之軍都不行 後來好像聽說 乾隆皇后的說法 結法夫妻 斷法 即是斷的路 因斷義絕 是否這樣就不知道 因為宮廷秘聞也太多 尤其是乾隆 不知道詳細的情況 不過乾隆真的 有子女很多 康熙有子女很多 不止乾隆還有一件事 三公六院多之外 他是一個留在民間最多師的皇帝 余濟師 差不多去到江南 沒有一個地方西湖 都幾千手 到處石山又整手 到處書院又整手 這個人不知很喜歡淫師 他是風流才子 有一種感覺 所以他的風流韻事 刺功好熟 編劇都真是後世 編到首遠 有文國到現在都未完 就算大陸也有棄說乾隆 把乾隆的故事變成棄說的形式 做乾隆很多都成了名 沒錯 乾隆的兒子和小三 他有很多 多到最出名的乾隆 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兒子 有人懷疑 和新據說青白色 他又幫乾隆抬轎 問題是當時乾隆已經很少人懂得說國語 國語的意思就是滿洲話 乾隆很喜歡懂得說滿洲話的人 有時候說幾句滿洲話 看看身邊的時蟲大臣有誰懂得聽 每個人都沒有什麼反應 沒有什麼人 有個孝夫和新 青亮白正 又這麼近 懂得聽國語 懂得說國語 Vanduin 即是滿洲話 很棒 又據說跟乾隆 不知道有什麼很親密的關係 這個我們都懷疑他是不是同性戀 但是有個故事說乾隆覺得和他梳頭的時候 突然有個字 就說可能是他前世的妃子 你看過這個謠傳 有聽過 但是更過癮更奇怪 那妃子是男人來的 和新 但是他轉世 轉世後 就變了他那個臺叫佬 他仍然對於死了那個妃子 就是小三或者二奶 還有些遺情未了 情未了就 把感情投射在和新那裡 就被他亂來 被他不知道怎樣來 加風盡著 所以到後來抄家的時候 和新的家裡 抄到的價值 是等於他多了一個過負一年的收入 據說是百萬萬兩 百萬萬就是百億 那時候的百萬兩 好可怕 那時候幾個仙根米 但現在聽聞就被中國的貪官破了 那肯定啦 據說那些貪官 普通一個小小遠地方官 他們抄家的時候 用幾部數銀子機 數不切 不是 是數 是直接壞了 數到壞了 數到壞了 跪下了 燒機 數到燒機 他們幾億的 他們的銀子全部 最大名額都是一百 一百元而已 結果單機壞了 還有很多金 金佛 黃金幾多斤 還未計 只是數銀子都數壞 數銀子燒幾個機 所以禍身是清朝 到清朝為止 中國歷史上第一巨貪 現在破了紀錄 那這個是不是小三 這個可能是藍的小三 這個可能是 但他可能是變成最大的 所以小三未必一定會有性別之分 可能是皇帝恩寵他 絕對是巨大恩寵 巨大恩寵 但為何會這麼恩寵 到現在還是有太多 說起恩寵 漢朝 斷咒之癖 斷咒昏徒 說一下這個故事 城帝 城帝 我聽過是哀帝 哀帝 是哀帝 漢城帝好像是趙非宴長 是哀帝 哀帝 哀帝 据說 現在我們叫斷貝 斷貝山 斷貝 斷貝是現在才說的 因為有斷貝山的英文小說 以前是斷咒 斷咒我們中國更先進 話說漢哀帝喜歡了董賢 斷咒 也是青亮白正 有一次同床共枕 這個藍小三和他同床共枕 有一次漢哀帝醒了 就是祖潮 比董賢早醒 怎麼辦 吵醒他是不好意思的 這麼疼著小三 用刀割斷自己的衣袖 為什麼要割斷 因為他和他倆抱著睡 頭就浸住了衣袖 如果你拔出來 會醒的 會醒的 他的小三會醒 割了他 割了之後 他便脫掉衣袖 不用叫醒董賢 據說後來這位抗安帝 想傳位給董賢 當然不行 國家不准 傳過所有朝廷黨的反 由忠實到大臣 誰不讓你亂命 所以中國在這方面 對藍色這方面 小三藍色這方面 其實都很開放 到南北朝的時候 當是亂童做小三更加公開 西漢的時候 由劉邦開始 直到後來最尾的憲帝 少帝 都是有紀錄 都是戀藍色的 連劉邦都有的 即是女之外還有男 對 有些就 譬如那位帝 戀是董賢 但是現在你說武帝有夫人 有姨奶有小三 但仍然都只有男人 西漢都出名了 沒有皇帝不是 最出名的那個 除了董賢 還有那個 漢文帝 又是有個男人 幫他舔那個字 負責有個倉 我們經常說 潘勞鄧小嫻 鄧就是鄧通 就是這個 鄧通就派了一個 因為皇帝寬心 這個就是正式小三 皇帝就給他一個銅礦 這個銅礦開了之後 給他駐五珠錢 駐五珠錢 哇 發達了 你說 駐錢要找他 他的銅礦才叫做有效 還不發達 這是有些故事的 有個女王 即是我們女王的行家 就幫鄧通看相 批下去是你的命 這條一定餓死 窮得餓死 不是吧 對呀 是皇帝小三來的 怎麼會餓死呀 怎麼餓死呀 看文帝聽到 亂說 這條風水佬欺騙你十年百年 我是皇帝 賜個銅山給你 駐銅錢 因為中國那時候還沒有銀兩不流行 中國憑銀憑金 但銅就多 駐銅錢 複甲天下 誰知原來這條鄧通做小三 就得罪了太子 他舔倉的時候 這個漢文帝叫自己的太子 後來的漢警帝說 你有沒有人家這麼有孝心 叫太子幫他奶倉 漢文帝 太子一奶 吐 然後說 都是鄧通好 鄧通好了 這個漢警帝 你都不知道 將來我當皇帝你就知死 我言就是他當皇帝 收回來的銅山 抄你家 就餓死了 結果 終於餓死 所以這個看相佬很棒 真的很棒 這個就是故事 善奈和鄧小嫻 少是要小心 這個鄧很重要 在五方面 如果我當女人 都喜歡多錢 你搬安漂亮又怎樣 你得又怎樣 你好像奴這樣的又怎樣 沒有錢 難道還要你捱餓嗎 前幾年有一個青年組織在香港開會 當時的官員是環境運輸的房屋局鄭宇華對談 有個男生還未夠二十歲說將來沒有房子女朋友就說不嫁我 剛才跟切官所說的相同,多個兒子多有愛情,多細心 少也細心,閒閒也閒而已,我覺得閒,又不見我結婚了女兒 但現在我有一些國內的朋友說 他畢業的年代上面的大學就比較若薄 现在很多大学外面都停满了,你喝车 为什么?是去接大学喝的小三 真实,这个变成在现代社会 所有现在的小三和以前的儿子 完全是跟银子挂了勾 以前有很多甘心作妾,或者是箭枕席 这是古文,箭是推箭的箭,就是自箭 箭自己去做你的枕头,以及你发了一张席 这个很远,说什么呢?就是说我自箭给你 现在引用前女议员所说的 自箭给你博耶 以前还有这样的说法 是什么呢?是爱财 这个真是中国历史不下十几个例 就是那些少女,或是当妓的 妓女 或者是归宗少女 爱你阳生的财 仰慕你是公子 仰慕你是才子 就是自箭枕者 然后甘愿甘心作妾 或者是当妓妓或是当妓妓 或者是当妓妓 或者当妓妓 然后知道你国下没有钱上京 就是后园赠金 这些故事也很多 很多《三是二泊》里面是杜10梁 杜10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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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殉情死了,一條氣不順便死了,是獵女,也是一個清流的獵女 中國小說的清流獵女都很正面,不是普通賣身那麼簡單,有骨氣 你剛剛次官說的自賤那些,妓女養才子,真的有,甚至養得盛名,柳永 大文學家大詞人,宋朝,這位作詞唱的,說有井水之處,必有柳永詞 井水之處說的誇張點,即是說,凡是有人集居地方,柳永的詞就自然受歡迎 即是說到這樣,但這個老友,柳永都是今早酒醒何處,楊柳岸就笑風啼穴 即是說,她今晚喝到啼啼穴,但你不知道自己睡了哪一家下 那她沒所謂睡哪一家下,反正清流了大把情人,很多是現時的,亦有很多是X的 X債一定多,因為他死的時候沒有錢撞 整個青樓的每人都比較好,很多X都比較好,也不是很多錢 買到一個棺材 很多風流韻事在青樓妓院,除了文學家之外 還有一些你剛才說的才子,有洪韜偉略的都曾經忌食忌丸 最有名的就是宋齊休,幫徐之告創立藍堂的開國功臣 他在藍堂的地位是類似諸葛亮對劉碧的 窮受老島也是忌食忌軟,差不多做妓女的小三 是呀,稻溫轉頭做,有什麼所謂,大丈夫能屈能申 到頭來就開工立業,所以小三無論男女,如果在歷史上 都不是缺乏的,中國也不缺乏 現在多了人就覺得小三看不起他,甚至大陸現在的影片很暴力 是呀,打小三的,通常不是男人打,是女人 那個阿大人出來教訓小三 找了姐妹那類的,扯頭,拔衣服 最初拍完照片之後上去Facebook,怕你看不到 他又不是Facebook,他按了,是上Yofo 是嗎?但我在Facebook看到的 Facebook是別人在大陸的網站,放回香港看到的Facebook 即是唱開你 是呀,就是這樣 但我說奇怪,當街當巷這樣打人,上面又沒有人來的 公安又不理會,還覺得這些小三是值得的 很多都是這樣想的,小三破壞人家庭等等 不過這樣在香港就進化了一點 自從97之後,近十幾年,以前我們叫小三 叫做狐狸精,說破壞人家庭什麼什麼 後來我看到橫額,社福機構,政府製造的 叫做為第三者輔導 我還沒聽過這個,我還沒聽過 即是說,如果以前輔導的大婆 老公有小三,有外遇 那當然是女人最慘了 後來社福機構有些覺得 其實很多做小三的 都很慘的 都很慘的 不知道怎樣取捨,錯愛了另一個有苦之夫 還要被人說她是狐狸精 都應該接受一下輔導 受一下幫助 開了這些東西出來 有的 不過也不是太過大張旗鼓的 但是多了很多有婚外情,戀上有苦之夫的女性 去婚姻輔導機構接受輔導 噢,即是用公帑來輔導她 沒有說公帑一定要輔導這些人 不過專門做婚姻機構的那些 就在輔導婚姻的中間 就順便輔導這些人 現在社會接受了 就不會說你亂用公帑 其實香港也進化了 應該的,現在其實婚外情很平常 我們這個年齡十幾年前 很多同學陸續結婚 現在我看到身邊很多人陸續離婚 離婚率也很高 香港高的,好像四成左右 都很高的 是正常的 社會發達了 教育又多了 接觸又多了 香港公事真的太長 在家兩夫妻見面的機會很少 在辦公室 跟男女同事 日對夜對 對著麻煩客 對著麻煩老闆 大家一起去搞定項目 共同解決問題 互相扶持 在辦公室 朝夕商對日久申請 很平常 加上很多時 大陸那裏又回到上面工作 又很容易 又遇到 因為很多人都說 大陸的女孩也好 台灣的女孩也好 你也比港女溫柔一點 我不知道 我沒有試過 對,稍後再說 這個比較 社會問題 首先 說一下 為何 以前 叫這些 這樣的 兒子 或者小三 為狐狸 為何又不叫貓狸 又不叫狗狸 大陸的象徵 又不叫狐狸 又叫狐狸 狐狸 是不是狐狸 給人的感覺 很迷惑人呢 是呀 這個狐狸 狐狸 狐狸 有個詞語 狐狸 有個詞語 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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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這種動物 有一種眼神 我真的見過狐狸 狐狸 狐狸其實不是很大 沒有狼那麼大 很小的 很小 大的貓 差不多有它的尺寸 這種動物 是非常聰明的 尤其有一隻叫銀狐 銀色的狐 聰明到怎樣呢 銀狐 如果狐狸中過一次 中過一次伏 或者是引過一次陷阱 它走掉了之後 它一輩子都不會重蹈的覆轍 它不會 中回同樣的伏 所以當時我們說 一個人如果要學到狐狸的聰明 真的不要 但是狐狸是很壞的 更壞的狐狸 就是永遠重蹈自己覆轍 這個就是歷史上 歷史其實是兜來兜去 又是初回那些東西 白狐是不會的 銀狐是不會的 第二 有很多中國的故事 都是講到狐狸 迷惑人 中國進朝的時候 有所謂自怪小說 自怪小說 那時候比較思想開放一點 就不要說不准說鬼 不准說妖 不准說精怪 反而那時候 這個自怪小說 是文學小說的一種 最出名就是守神記 沒錯 江堡的守神記 江堡的守神記 然後進朝之後 有很多自怪小說 而且這些都影響到修煉 就是國磅、浸潮、黃大仙、煉丹等 所以那時候 度假的法子 也是受到這個影響 對呀 這時候的社會風氣真的很開放 是開放的 很多自怪小說裡面 都用了狐狐 做了她的主角 做到怎樣呢 做到中國人 他有幾樣東西,例如黃鼠狼,狐這些,他當作了一個很聰明的動物 而且可以化身做人的樣子,英文是shipping 英文,外國人都有,但中人就以這幾種動物為主 他不找一隻豬,他最多找一隻狐狼和黃鼠狼 這些,他覺得是聰明的動物,就會轉化了他的形象 轉化到,人最容易被吸引,就是女人,尤其是美女 身材好的,夠妖艷的,尤其是男性社會 更容易被吸引,吸引之後,他利用了你,可能最後也吃了你 最後也會害你,故事一定是這麼說的 即是說他修理成精,那個過程需要吸引 吸引你的養分,採了你的羊 這些怕了你,本來就叫做狐狸精 後來因為怕了你,所以叫做狐仙 香港也有一個狐仙,八十年代初,大概八三八四年 很近的,銅鑼灣,黃濕堡那裡 多少個狐狸頭,那時候剛剛中英談判 就有很多堪如學的,就說這個怎樣解釋 然後那時候的同學就說,看過狐狸頭,有誰吃吃吃吃飯 那個小孩就死了,哇,滿天神法 那時候也有這樣的傳說,不知道誰是對的 你剛才說的是其中一說 另一說是,在擺酒的家人 對呀,擺酒的傳說 擺酒的傳說,沒有請 沒有請什麼? 沒有請狐仙 沒有請狐仙就生氣了 所以她的兒子,滿著兒子,捕了出來之後 後來捕了下去,就是一條絲 大家腳軟 從此說狐仙在那裡顯勝出現 有一幅畫,現在是拍下來的 我也有的,我給Milton登出來 這個就是當年,有人在黃室寶拍了一幅照 其實就是一個marble,一個雲石的切面 不過那些人就磚作附的,就變了好像一隻狐仙的頭一樣 寄了在黃室寶,那個磚上膏的形象 就是那隻狐仙,香港很出名的 但這些東西後來去哪裡呢? 後來就說,因為社會上面的猜測和傳說太多了 當時的港英就找工人封了它 然後移走了,拆了那幾塊雲石下來 之後搬去哪裡收藏,我就不知道 又說一下文了 在九十年代,我就在某一個報社工作 我就開了一個專欄,叫做天賜良憑 然後就訪問,我以前在香港認識的朋友 有多數是影藝界,唱歌唱,導演等等都有的 那天就約了黃瞻,去他的家就訪問 那時候他住在江德道 去到他家,就坐在那裡,聊完他那些我想訪問的東西之後 他就說,你有沒有看到外面有個觀音像? 我說,有,很高的,人那麼高的 一條一尺寸的,木造的 有些需要放的,應該是 不是裝飾的 他說放在那裡,在一個廳裡 我說這個觀音像很漂亮,木造的 他說這個觀音像是送給他的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作法之後 將香港的狐仙收到觀音像裡 觀音像困著那隻狐仙 那隻大師,大仙 他不敢得罪叫狐妖 用狐仙,用狐仙字來計算 我喜歡看,沒什麼特別 他說,孤妄言之,孤妄聽之 那現在還在黃瞻家裡 那隻觀音像裡,狐仙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你說的觀音像,我想到最近有一宗 在地產界都很震動的 買了同層的空宅 那對夫婦 不是他有對夫婦買了同層的空宅 但是他不是買那個單位去空宅 而是隔離幾個單位 結果成層銀行不肯做按揭 那兩夫婦就要說這個地產代理隱瞞 他說為什麼呢? 他入屋的時候,次官說 看到有一個觀音像放在一面 他就問這個地產代理是什麼 為什麼會放這個觀音像 第一次說,沒事沒事沒事 那就簽了,簽了之後 銀行說成層空宅 整層的單位,我們全香港銀行都不會做按揭 他說要撻訂 要撻訂的話,地產代理的人 問他追的那些,撻訂和佣金 那當然是狗鬼氣 結果出了樣子出來,全香港都震動 就說有觀音像在那裡 可能這個都還沒頂 不知道 我是鎮住狐仙的 應該不是狐仙,應該是他旁邊有人死過的人 應該是鎮住某些妖邪 應該是鎮住某些靈體、妖邪 進去變成一個大觀音像 所以大家看樓都要小心小心 特意放一些神像在那裡 當然是有些需要 是,不會隨便的 說回胡離禎 就是這樣 他有一種迷惑,叫胡惑 胡惑 我見過一隻真的狐狸 在夜末見 真的眼睛會發出一種寒光出來 有人說見到綠色的光 我就見不到什麼顏色 就覺得眼睛很利 狐狸的眼睛很明顯 夜末看不見到東西呢 因為我不是狐狸就不知道 但據說,夜末也有夜視能力 有的 而且它的臭角很靈敏 對,臭角很靈敏 很小的一隻狐狐 當然,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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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隻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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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 它就用來發放那種蛇香,幾個山頭都聞到 中文人就用它來做香水,很名貴 我們經常都說,有蛇自然香,不在東風養 不用東風養的自然香 如果從自然科學角度看,狐狸不是那麼差 因為太多人喜歡剝皮,它不這樣警惕的時候 我真的多多都不夠死 而且狐狸是一種家庭觀念很重的動物 它也是很愛護自己的家庭成員 所以傳說、文學、如是我聞 我想我們就當作一種娛樂、文化 如果從自然科學角度看,就不是很壞 它不是很壞 它是很機警的一種動物 因為它也有一個需要,生活上的需要 否則它真的很容易滅種 我記得在二十多三十年前,在北京機場 那時候相當便宜 百多元就有一隻狐狸 這個狐狸是真狐狸 有賣再賣,死了 它將瘦皮製過之後,連頭和尾 整隻狐狸中間的內臟都清掉了 我知道是哪種 好像披肩一樣 它就是我做披肩 你說得對 整隻狐狸就生氣了一個女性 大褲子,當是頸巾一樣 這樣大 但因為現在要保護動物 這種動物的披肩 是絕跡的,沒有了 更高貴的就是雕鼠 雕鼠也是相當名貴的 但是將它製造後,那些就不是幾百元 我覺得是一千元以上 在那個年代,人民幣 那時候人民幣是一比三 現在也有的,不過現在很多都是養殖的 因為野生都沒有的 野生、山林那些都破壞得很厲害 很多都是野生、山林那些絕跡 但是在養殖場,都被人罵得很厲害 因為養殖場,皮草的養殖場就太過殘忍了 所以現在很多穿皮草的女士,由西方來的 那時候西方是受人襲擊的 被人潑油 對呀,潑油、襲擊、皮草店被人放炸彈也有 香港也沒有至於這樣 但是現在基本上都少見了別人穿皮草出來 年輕一代是完全沒有穿皮草的 想也不用想 他們自然覺得厭惡,覺得不道德 現在慢慢大陸都開始關注了 即是玉林吃狗肉那裏 對呀,江西 很多年輕人已經是義工去救狗 大陸都有 胡彌晶就是這樣的環境下 你迷惑男人 當然,在男食社會裏面 迷惑有女人的份 因為社會地位根本不足 為什麼迷惑你呢 男人持有政權、經濟權 持有家庭的華視權 當然是迷惑他 為什麼歷史上經常都說 受到後宮美人那些迷惑 做很多施政失誤等等 其實這些是拿來賴的 你記得 《此作勇者》這個狐狸精 是誰呢 蘇坦紀 這個呢 蘇坦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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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他原來是一隻狐狸 後來上天派了他下來 就為迷惑這個溫君 據說就王得罪了女窩 他拜女窩的時候 嘍咦 那個女窩像這麼漂亮 竟然對女窩來為出言不信 還要涵濕眼 這樣看著這個女窩 後來就派了這隻狐狸 所以蘇坦紀 就下來迷惑他 搞到你家床屋蔽不止 搞到你的國都要亡 亡亡亡 因為弄到你便報仇 其實就是男人自己衰 夏傑又說霉氣 雙就蘇坦紀 唐明王楊貴妃 全部都是女人的錯 關什麼事 結果楊貴妃更慘 強行被人枯死 其實是男人的問題 不要經常說小三什麼什麼 因為皇帝或男人是沒有錯的 這個又在紀錄裏面 譬如宗教裏面說 教皇和聖經是沒有錯的 這個基本 中國這個專制社會裏面 個個都可以錯 皇帝不能夠錯 皇帝錯可以 要他自己說罪錯 罪己詔 罪己詔可以 如果不是罪己詔 人家說他錯 如果是阿傑 那你就洗好頭 被人斬就可以了 可能不斬 更麻煩 帶著棺材上去 不斬更麻煩 好像李詩一樣 腰斬更麻煩 那你還死得慘 所以在這些 男性中心社會 女性一定會被男性欺負罪 或者是控制了男性的女人 例如慈禧 為何要扔這個真妃落者 就是你這個類似狐狸精的小三 我幫你選個皇后你不要 就喜歡這個小三 就在你身邊迷惑你 他就說迷惑了 對 搞到八國聯軍來的時候 就把他丟掉了自己 我們才去西安 結果就搞到 有光水王夜際真妃的劇目 有我們新馬斯珍的首本名劇 又是說女人的錯 一定是女人的錯 因為皇帝不能夠錯 是沒有准錯 難怪四人幫之手是江青 江青 不是毛主席錯 是江青錯 是賴了他 又是賴了他 不過我覺得如果賴了江青 其實那個罪就暗止了毛澤東 因為江青在庭上說得很清楚 他說我是毛澤東的狗 他要我咬誰 我叫他咬誰 我就咬誰 我不是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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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違法他 不過我聽完他說 他說要我咬就咬 其實這樣 這個宮池已經把箭頭寫到毛主席那裡 江青有罪 就是養他那隻狗的主人也有罪 不過大家就不要說到這樣出來 這些人又不敢這樣解釋來詮釋 唯獨江青自己這樣說 沒有人逼他 他自己說的 他不是想脫罪 他是講到真相 他如果以名罰來說 他屬於小四 他不是小三 第四個法妻屬於毛澤東 法妻未必是 第一手叫法妻 結法 已經是填房 或者妾侍那些不能叫法妻 不能叫法 不是結法為妻的說法 是第四任太太 應該是已知的第四任 背後有多少個就不知道 已知是第四任 他的法妻應該是在鄉下 一個鄉下婆 後來已經被她拋棄了 一早就散了 一早被她拋棄了 叫什麼名字 江青是第四個 中間有個楊開衛 楊開衛是第二個 還有一個何子珍 何子珍 就是三個 這個慘 這個真的是小三 瘋了 但我看歷史 不知道是 誤告他瘋了還是真的瘋了 也不知道 但據說 楊開衛就直接殺頭了 那個就不關華東 因為你和他在革命 被國民黨拘捕了 就被殺死了 何子珍據說是炸彈 送到蘇聯 炸到周身霜 如果說送到蘇聯 也是趁機 送他走 送遠一點 免得對著你 大家的感情都沒有 那時候已經有個江青 來了延安 大哥 江青這個小三 上海演戲的 氣質當然是好 超過你們的粗粗魯魯的賀子珍 那個鄉下婆 鄉下婆 鄉下婆炸槍 當然是江青 如何都溫柔過他 和漂亮過他 懂得打扮過他 見的男人也多過你 以前追求過他的男人 沒有過好死 後期真的很可憐 知道他太多了 即死了 就是要命 真的要命 這個小三也很厲害 這些不是狐狸 這些不是狐狸 真的是黑寡婦那類 是呀 他弄了你也不會命 不過後來聽說 我們看過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書 李治衰 李治衰那本書 因為李真是衰 爆了很多這些東西 當時已經是 後來49年之後已經有夫妻感情沒有了 毛澤東已經周圍和女兒跳舞 江青表面上是他老婆 其實已經是有名無實的夫妻 沒錯 那時候有兩個女兒 兩個女兒都接近華東 李敏李立 跟江青 江青原名叫李雲學 李雲學 李雲學 女兒也跟媽媽姓 不過共產黨在革命的時候 姓名是不重要的 你不知道誰是真誰是真 他經常走 要避 鄧小平不是姓鄧 很多 很多 柳小琦又不是本身的名字 不是這樣的 沒有日子了 那時候四圍硬 但是在那時候 用了蘇聯老大哥的想法 這個男女關係 是比較中國以往有些不同的 這個叫做一杯水主義 你聽過這個 就是說一杯水大家喝 一杯水主義 這種婚姻或者愛情或者男女相處的關係 真的是共產 那沒辦法 他在延安時代或者瑞金都是 投身革命的男人多 拿槍要有氣有力的男人多 結果身邊沒有什麼女同志 江青說得很清楚 他在毛主席身邊 當時只有我一個女同志 是年齡初兩哪 當然啦 只有你一個女同志 其他女同志 只有多少人太少 不夠分 所以他1949年之後 就要幫那些紅軍 幫忙找老婆 就說光榮軍屬 什麼什麼 嫁給解放軍 就是一種大家都光榮 幫他們找老婆 如果不是 就真的個個都是小三 唯一一個會好一點就是周恩來夫婦 這兩個似乎少一點的謠言 我又聽過一件事就是 周恩來有很多契女 埋伏他身邊的女生 鄧穎超就為了防範他們 變成小三 就把他變成契女 保存了他的名聲 但又有說法 他在德國時又有東德的情人 又有人認他是周恩來的女兒 出牙書 出牙書 是爺非爺 這個我都 DNA不能檢驗 現在怎樣檢驗 因為是周恩來火化了 現在怎樣檢驗 阿仰 將來也要火化 讓你不能咬 不要留一點渣紙 現在把頭髮抬上去都不行 頭髮都會驗到你 是 拿破崙為何會死呢 現在把頭髮撈出來發現他是中毒 萬聖毒藥搞死了他 光水也是 光水現在 未死之前 民國時已經有這樣說 因為死得太過 離奇 西太后要死了 要早的一天 二十一個小時 光水早二十一個小時 不夠一天 24小時就不夠 有傳說 二十一個小時 即是光水被西太后早二十一個小時死 有傳說 光水聽到西太后病重 自己的病情有好轉 心情好 不可以死 不可以死 一定要皇上先 結果真的 早二十一個小時死 然後他死了二十一個小時之後 就到西太后死 前幾年有些法醫 只能夠肯定他還會毒死 但誰會毒死他呢 誰會毒死他呢 誰會毒死他呢 你問歷史學家去 你問歷史學家 我們不知道 我們怎麼知道誰會毒死他呢 到現在都不知道 皇帝來說 最大是嫌疑 因為不敢抗扯 真是嫌疑 都是西太后 都是西太后 有人說 沿世海、沿世海、沿世海 在宮外 你不可能要深入宮廷裏 下毒 下毒 這是比較難 西太后相對來說 嫌疑是最大 是的 也有殺人動機 因為回來後 他清算你又可以 回來後 他維新運動再復復 復復都可以 自己的手下 自己的太監親神 都被殺了 也有可能 那些人不信 怕死 怕有問題 先下手為強 也有這樣的可能 也有這樣的可能 否則 你不死我死 清朝後期都很可憐 皇帝這麼多個小三 三公六丸 但是又 生不了仔 由同志皇帝開始 一直都生不了仔 同志當然 同志就滾得太厲害了 他又去滾 三公六丸都不夠的滾 就去滾 十八歲又死了 他是煎花的 這個不是民間謠傳 就是花柳 花柳 也有個花田 也有個花田 因為他喜歡滾 十幾歲喜歡滾 好了 今天說的小三 也有很多歷史 很多事情都說出來 大家聽了都可能有些冷知識 還有盡量避免有小三埋身 始終會傷害到自己的家人 今天幸會 又和你做節目 拜拜 再見